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别名又叫着造修 还叫着七叶一枝花 有这么一个顺口六 七叶一枝花 深山是我家 拥挤若一拙 仪是守年诺 这句话的意思说 七叶一枝花 七个叶子确实是七个叶子 中间有一朵花 因为他用的是百合科的植物了 他有七片叶子 有一朵花 说深山是我家 长在深山老林里边了 那么他的特点拥挤若一拙 就是如果说碰见了一些皮肤化弄性感染性这些疾病 他一把就抓走了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谚语 说明了这个药物 轻热解毒作用比较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药理学研究 为啥我刚才说这是一个死毛药了呢 抗癌呢 所以说虫楼在有一些 像我们有时候开房子 在有一些软件里边叫虫楼 有的软件里边叫的啥呢 叫的七叶一枝花 还有的把它叫的啥呢 叫的这个造修 就是叫了个造修 这是我们说关于他的这个别名 甚至呢他还有个别名呢 叫着草河车 因为草河车容易混淆 我们后面讲胎盘 胎盘的别名叫咱的紫河车 所以有人容易造成混淆 草这是用的一个草草药 药物呢 在轻热解毒药里边呀 大家也不要追究着拖子 我们这里边光选药 就选了三十多个药嘛 那你都要把每一个药 都要记得熟呢 所以说呢 我给你讲了 你在这听了 最起码呢 你见他不陌生了就行了 不陌生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呢 把他的特点已经就讲了 他现在是时髦的一个抗癌药 价格上比较贵的 一克卖到三块到四块钱 就这一个药啊 就价位上都很贵 就是十克 我说错了 十克大概有三四块四五块钱 根据这个药店的情况不一样 比较贵的药 所以人现在一弹癌呢 弹癌色变 所以你也别害怕 咱们前面那么好的 像金银花呀 莲窍呀 蒲公英呀 大青叶呀 板蓝根呢 这些都是一些 这个很好的 这一些轻热解毒药的 但是相对来说 在轻热解毒药里边 能够起到抗癌的药 我要在这说一下 有造修 就是有虫楼 还有我们后面讲到的三磁骨 像半磁脸 像这些药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就要这样子说 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用这个药的 这个药啊 作用呢 当然我们说呢 也是一个 轻热解毒药 你看大家来看一下 虫楼 我们是用的这个根 颜色是灰灰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真的要在药材寺场上 真的用的长在 深山老林里边的 造修现在很少 刚才说 深山是我家 所以说现在有一些 搞药农的人 搞药 现在专门要在山里边 承包一个山 来种植啥呢 造修 如果我们下面的学员 你想搞一些 这个经济效益 价值比较高的药材 请你们去种虫楼去 因为虫楼现在用的多 临床用量大 产量低 用量大产量低 因为他抗癌了 你看现在癌症发病率 那么高 像有人治疗肺癌 像治疗胃癌 治疗肝癌 治疗这些乳腺癌 从虫楼这个药都用的 这是我们用的 它的这个根 用的根呢 因为是个苦味 所以我说讲到的 清热解毒药 都是一种苦含药 那么注意一下 它倒有小毒的 但小毒的作用呢 不是很强 它的这个小毒的 它的主要的反应呢 就是可以导致一些 像阴症的疮痒 你要辨症的 那阳症的 你可以选用 阴症的话 你就不要用了 作用是清热解毒 你看同样的是 中文字的消肿 像我们前面讲过的 清淡 像我刚才的 清淡也是个抗癌药呀 清淡治疗白血病 抗癌效果特别好的 我刚才都上一次课 我忘了跟大家说 我们用清淡抗癌 治疗白血病 那是咱们国家的 一个专利和一个秘密 我据说 当时我在中医学院的时候 听一个报告的时候 当时呢 日本人和中国 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 我说你们中国人 治疗白血病有啥特点 弄得咱们有一个官员呀 不知道一些具体的 一些情况 他说我们的 搞药学的人呢 提取了清淡里边的 电运红抗癌呢 结果把那个成分 给人家一说 那么日本人也同样的 在那研究 我们的中药材呢 结果呢 人家论文提前发表 也就是说 电运红这个成分的发明 不是你中国人的 所以我们研究 所以我们研究有一些中药的 有一些药材的 有一些信息呢 应该要啥呢 要注意一些保密的 真的要注意 就是在改革开放出去 有很多人不太了解 这个知识产权的和知识的保护 你比如说很简单 我们过去早期有一个 叫做六神丸这个中成药 效果特别好的 那么也是 因为日本人 很崇拜咱们的中医 把咱们某一个生产的 这个六神丸的生产线了一看 人家回去了以后 自己生产六神丸 人家不进口了 原来咱那个六神丸 大量的给日本出口的 人家不进了 这就是叫做我们国宝的东西啊 确实知识产权 要把它要保护下来 你比如我们现在在说这个药 这个药呢 它主要是长在山里边的 由于可能是接受的 天然之气的 季后的原因 你想同样的都是 青若解毒药 长在山里头的 但其他的药 抗癌的作用 没有崇楼的作用强 所以崇楼呢 你讲的字面意思上 都是消肿 但是它有止痛的作用 像癌症的一些疼痛 我们要用它的话 往往配上 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下 那个三瓷骨 又叫做冰球子了 那么消肿 另外有良肝定精的作用 良肝定精和谁的作用相似呢 和清代 所以我刚才说 看到这四个字 我就想起了清代 清代也有很好的良肝 和定精的作用了 如果是为了良肝定精的话 那没有崇楼也可以的 我说我找清代替代 但是你在消肿止痛 注意一下 这两个止痛方面 你癌症最后引起疼痛 你像刚癌的病人的疼痛 那你还非造秀不可 就是非崇楼不可的 这是我们讲到了 这个药 用量可以用在三到九克 有时候我在治疗 有一些疾病 热度比较重的话呢 我还把崇楼开到了十五克 但是我那个药店里边 能用的崇楼呢 特别便宜 但是我心里就在那打鼓呢 它这个崇楼是不是真的崇楼 因为你产地不一样 你长肢的环境条件不一样 它的药材的价格上是有差别的 那么也说呢 这个价格差别疗效咋样呢 那疗效上肯定也有差别的 咱这个要实话实说的 这是谈到了崇楼 那么治疗的病症呢 因为它是清热解毒 治疗一些丁疮症臃肿 就是丁疮啊 臃肿 就是治疗一些疮痒肿毒 也可以治疗咽喉肿痛 如果说你把崇楼啊 治疗咽喉肿痛啊 就有点糟蹋它了 那你真的治疗一些咽癌 喉癌的话 前天我在作诊的时候 碰见一个牙癌的病 就牙周癌 牙周癌呢 我们给另外一个大夫 给他把方子开好了 好像我看了一下方子 确实里边有崇楼 那病人家属呢 就喊叫贵了 结果呢 就不拿药就走了 还在那炒了半天 而炒半天呢 我就说 哎呀 这病人嘛 都得了肿瘤了嘛 你给他少拿一点 做心理安慰也可以 你何故当着病人面 喊叫药才贵了 因为那病人牙 这已经肿的呀 不能吃了 我是一句话呢 作为儿女的 临终关怀也得要做到吧 就是当着病人面 喊叫药才太贵了 我就觉得有点 太不人性了 你不能眼睁睁的 你就看到叫做癌症 疼 因为病人的牙疼的 吃不成饭 所以说造型的这个药 我觉得确确实实要把它放在 这一些重症的病人身上了 能清热解毒 像治疗一些咽喉肿痛啊 炸塞啊 我们说治疗炸塞 那大经验 把蓝根不是也可以吗 那样治疗一些喉臂 往往的配上 这个牛蚌子呀 就我们前面讲过 牛蚌子呀 脸翘呀 或者说把蓝根 用它也可以治疗 罗力痰痕 我想说一下 罗力痰痕 就是像一些肿瘤的病人 那配上 配上土背膜 你像比如说 这个下骨草呀 等等这些 配上半肢脸 注意一下 配上半边脸和半肢脸 来治疗舌毒 这是我们用的 总而言之 大家应该说到这个药 能抗癌 有比较强的 清热解毒作用 比较好的抗癌作用 就是用一些抗癌的病状 另外呢 用它我们刚才说 用一些抽风啊 抽搐呀 惊风抽搐 那就选清淡血 治疗跌打损伤的一些疼痛的话 那你要跌打损伤要好得很 所以我就还是最后留了两个字 抗癌 如果说热毒有癌症的话 你这时候把造修选上 就是好药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这是我在这说到了 这个清热解毒药中的 这个抗癌药 我们已经讲了有两个药了 有明显的抗癌作用 一个是清淡 一个是谁呢 这个造修 但是我说呢 像对咱们下面这些学员来说的话呢 你就知道呢 到哪去旅游去了 或者说你到太白山呀 到哪一个山上去旅游去 你如果说能够见到 像有七个叶子 中间有这么开了一束花 那可能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造修这个药 就是重楼这个药 但是一般采集这个药呢 都比较很危险的地方 所以说现在有人很多的一些 我看一下 哎呀早知道有癌症 不如早期吃啥药吃啥药 实际上就提到了有这个造修 还提到了我后面讲到的像 半姿连 像半姿连的这个药 如果说呢 你觉得体内有热毒的 为了防癌的话呢 你可以用掉这个半姿连这个药来治疗 就是可以做到预防干预的作用 这是我们谈到了这个重楼了 叫做重楼 下面还有一个药 像这个药呢 全森 全森的用的比较少 确实有一些 也是有一些人在抗癌的时候 你想消肿啊 定疼 所以全森的作用呢 它远远的达不上像重楼的这个药物的作用 所以说呢 大家呢了解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呢 这个全森啊 颜色是有点红的 临床用量的机会呢 用药机会没有重楼多 现在重楼这几年啊 你看中医这些大夫 因为我也在外边做着呢 用的重楼的机会呢 确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我有时候看这个药太贵了 就是有点呢 不敢下药 确实不敢下药 有时候嫌药确实太贵了 有时候找一些比较便宜的药 像我刚才说 我可以选一些这个大清液啊 板栏根啊 这些就把它替代了 漏炉 我们来看一下漏炉这个药 都是二级药的 漏炉的这个药啊 硅胃经 能清热解毒 你看咱们在学清热解毒药 它硅胃经也是一个 很好的消用善结 和谁的作用相似的蒲公英 但是和蒲公英相同点呢 它能通经下乳 这个药 治疗乳庸效果好 我想在这写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 也是对比 蒲公英啊 和漏乳两个药 都可以善致 善于治疗 乳庸 但是不同点呢 漏炉 漏炉呢 又能够 下乳 如果说 产后啊 奶少 乳质少 乳质不下 可以选漏炉 可以选漏炉 如果说呢 大家喜欢学中医 我把这些能通乳 下乳的药 在这都给大家写一下 有哪一些药呢 除了漏炉 有王不流 王不流行 还有一个叫做穿三甲 我想在这说一下 穿三甲 国家已经发出 这个 发出一些通知 不让再使用穿三甲了 因为穿三甲是属于我国的 二级保护动物 因为中医呢 要用穿三甲呀 通乳呀 等等的这些 通经乱 那么吃的这个动物呢 即将要绝种了 那我干嘛要写 如果为了通乳 我们可以选用 其他的药来替代的 比如说 漏炉 王不流行 像还有 通草 比如说有 木通 东 东培子 没有这个效 我们会找其他药来替代的 所以说学习中药学呀 你要会找到替代药的 这就是 漏炉呢 也是一个 在通乳方面 一个常用的药 当然这里边 通乳药 里边比较好的药是谁呢 穿三甲 你看一个说 穿三甲王不流 妇人食了 乳床流 用那陕西化人来说呢 穿三甲王不流 妇人食了 耐喘喘的流 就是下乳作用的 比较好的 就是用漏炉呢 这个药 能够起到通乳的作用了 能够下乳了 此外呢 用这个药 你看能够下乳 又能够有很好的 疏通经络的作用 而有的人呢 把这个药倒有点忽略 像这个药 疏通经络呀 治疗一些 风湿关节疼痛 用于治疗一些 这个 筋脉俱卵的话 这个方子倒是 这个药倒是一个 很好的药 我们在这里边也讲了 治疗两个 有两位要治疗乳庸 比较好的药 但是治疗乳庸的药药是谁呢 蒲公英 但是漏炉呢 也有可以治疗乳庸的作用 这是我们谈到的漏炉了 因为都是二级药 所以说内容呢 比较简单 对初学者来说呢 先来备药名 先备药名 能清热解读 我刚才说是聊乳庸 或者说乳之不向 创庸种毒呀 主要的还有个 疏通经络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谁呢 土芙苓 芙苓就芙苓呗 还来个土芙苓 你讲中药中 有一些要加上土了 贝母就贝母呗 来个土贝母 所以说土贝母和贝母不一样的 土芙苓和我们后面讲到 芙苓的作用呢 也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书 芙苓呢是用的 芙苓呢是用的多孔菌 真菌芙苓的菌核 而土芙苓呢是用的百合科的 用的这个拔器 光叶拔器的它的这个根茎 我们这用的四啥呢 根 像土芙苓啊 在外边的皮 大家看一下四啥呢 是棕色的 里边的这个颜色呢 看有一点发啥呢 有一点发 咔色的 有一点咔色 有一点发红 里边是白的 土芙苓呢也是一个二级药 性味是肝氮贫 硅未经 经测解读 除实立关节 那你要我要这样子干杯的讲啊 真的这个药没有啥意思的 真的没有啥 你们就会说 老师要 你就讲个心味归经 功效就是啥呢 除实 清热解读 立关节 你要看它的实印证 像这个药 从我们的传统的教科书上来说 它可以干啥呢 可以解读 解霉毒 或者说因为霉毒 发生拱际中毒的导致的肢体聚乱 筋骨疼痛者 效果最好 因为霉毒 浮拱际导致到拱中毒者 效果比较好 大家 大家可能 不消一故的说 哪有那么多名霉毒病呢 跟咱不搭杠 有人会说 土芙苓跟我们 日常生活中 好像不密切 你们就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说它的作用呢 解读 除实立关节 大家的学员听着 老师也不过就是这样 我说一个病 你们马上就提起事了 我想说啥病呢 我们用土芙苓 它有很好的 治疗啥病呢 实际上呢 土芙苓这个药 我们去其它的解毒 除湿立关节的作用 除湿立关节 大家动脑子想一想 毒湿 关节疼 啥病 用这个药 治疗痛风效果特别好 所以说一听痛风 大家这是经济神就来了 为啥说经济神就来了呢 现在这个痛风 现在过去说三高 现在说到四高 哪三高 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高 尿酸高 四高里边呢 有一个尿酸高 尿酸高以后 可以导致啥病呢 导致痛风 像我们在治疗痛风病的时候 现在往往的血用到土芙苓 你看 尿酸高 毒 它能清热解毒 引起尿酸以后 引起啥呢 关节疼痛 尤其是啥呢 大拇指的第二指关节 引起来的红肿疼痛 它能够除湿 又能够解毒 又能够立关节 所以我们现在治疗痛风病啊 往往的血用到土芙苓这个药 你说哪有那么多 哪有那么多 霉毒病 浮巩剂 导致中毒的 肢体关节疼痛呢 但是现在新的一个病出现了 通风病多了 所以说 像治疗通风病 常选用到谁呢 土芙苓 我也是跟着老师 有一个方子 你看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也不保密的 土芙苓 你用上15克 穿牛膝 穿牛膝呢 15克 因为病人关节疼得厉害 加一点啥呢 加一点圆弧 这个10克 但是还有人呢 说 那毒嘛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清热解毒呀 谁呢 造修 所以说也有人在这个方子里边 加上一个造修 10克 或者再加上谁呢 白毛根 给他把尿酸排了去 你看这个药 治疗效果还是 我也通过验证 也有说加上一些 这个桂枝和赤勺 桂枝和勺药了 那么来治疗 效果还是不错的 总而言之 这个方子的菌药是用了谁呢 土芙苓 我想在这 方子的菌药用土芙苓 所以说现在土芙苓 现在我也翻阅一些 大量的一些资料 像治疗一些痛风的病啊 土芙苓用的频率 土芙苓这个药 使用的频率呢 是比较高的 如果我说呢 我们在座者下面的学员 你的尿酸偏高 尿酸偏高 请你把土芙苓用上 请你把土芙苓用上 所以说土芙苓的这个药 那你也可以说 关节疼痛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谁呢 加一点木瓜呀等等的 那就要加了 方子越加越多 我体会啊 用药呢 方子用药不要太多 不要太杂 胖子呢 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病呢 是一个一个的进行治的 你不要说一个方子 把他所有的症状 把他从头到脚治完 不可能的 你慢慢的 一个一个症状的治疗 这是我讲到了这个土芙苓 另外我也喜欢用土芙苓 尤其是说在妇科方面 你看妇科呀 那黄带 黄带 骚痒 等等 有一些盆腔炎的人 你也可以用土芙苓 这是用土芙苓配谁呢 土芙苓大多数配上B屑 用土芙苓呀 像配上一些B屑来治疗一些 失热令症 或者说代下 以及他也可以治疗一些 戒险和失诊 以及遭养症 失诊和遭养症 至于土芙苓这个药 能够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 来治疗一些 创应肿毒和罗利 也是一个很好的药 像我们说像 用土芙苓 像治疗一些肿瘤的病 如果说像一些肿瘤的一些病 或者说像复刻 尤其是我们讲到的 像宫颈癌啊 这些土芙苓 也是一个很好的药 所以我也在那说 土芙苓是个老药 随着这几年 有一些病的 发病率的增加 老药新用了 老当益壮了 临床用量还大 临床用量大 用的治疗的病症还多 因为病例多了嘛 这个药也就用的多了 但是话说 这药好 这个药啊没有 我们上面讲过的 虫楼的价格上贵 这个药价格上还 我倒觉得 我倒很满意这个药的 所以说像有时候治疗一些 前列腺炎啊 像一些盆腔炎啊 土芙苓啊 配壁蟹啊 配上这个造修啊 配上造修 刚才说配上这个虫楼啊 再加上一些红藤啊 败酱效果都是很好的 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土芙苓这个药物 你看咱们有一些教科书上呢 还把土芙苓的这个药提到了 用到的用量上呢 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一下用到了多少克呢 用到了六十克 你说单位用药的话 你可以用到这个六十克 那碳是他呢 没有像这个造修的 有这个有小毒的性 他没有的 所以说这个药比较好 但是有一次呢 我在有一个地方坐诊呀 那个病人啊 常用那个土芙苓 不知道是治疗啥病的 结果呢 在这个药店 还是个品牌药店 他说我吃了这个药呢 回去咋 酸酸的 结果呢 那病人就到他药店 要求退药了 把那个药斗子一打开呢 土芙苓死酸了 就是为啥说到土芙苓死酸呢 我跟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土芙苓不是白颜色吗 白的吧 对白的 有人用硫磺熏呢 硫磺一熏以后呢 硫磺的味儿就进去了 所以说吃了口感不好 所以我们大家学了中医了啊 你们还要注意一下 懂得我顺便给你们 再讲一下药材的质量 你不要认为呢 啥东西白的 白的就好的 你比如说白芙苓 白的好 这土芙苓也是白颜色的 白的就好 甚至也有人说吃银耳啊 那个要白的 实际上银耳呢 是个淡淡的黄色的 你用硫磺把它一熏 硫磺一熏就白的很 大家呢 好像说看品相 有一些呢 它经过特殊加工以后呢 好像品相就好了 我觉得呢 啥东西都要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你加工了以后的品相好了 那么瘤啊 吃的过多 那么它是个致癌物质 所以说为啥说 关于说的春节不让放泡的原因 春节期间如果是大量的放泡 我们空气中就含流量就多了 对我们呼吸道就有产生一些疾病 所以说那天我们说那个人呢 最后把那药拿来以后呢 找他药店 药店以后最后 毫无代价地给人家换了药 你说你这个用药 大家 我们作为大家呢 你通过 大家呢 费这么大的神 还要来学中医 学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养生 养生呢 你要会辨别有一些 药材的药味 我们常说 神农尝百草 一日二月七十多 你有一些药要品尝的 要看品相 还要口尝 不是品相好就是好 你要尝它的口味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茯苓哪有酸味 茯苓没有酸味 你哪能吃出它的药是酸的呢 对吧 这是我们谈到了 茯苓这个药物 这个药物啊 就是我要在这说的 解读 历师 还可以有历关节 凡是历史 你注意历史 历史呢 是厮在下教的 上用土福利润用于 厮在下教的病变 相对来说呢 比较好一点了 还是我刚才有那一句话 老药新用 老药新用 老药发了少年狂 这个老药 现在治疗一些 死毛的疾病 用的比较多一点了 所以大家记住 有这么土福利润这个药 再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鱼心草 这是这个鱼心草啊 有一段时间 有人在戒烟 就是这个戒烟 不是咱们通常 所说到的这个戒烟 到戒毒所去戒烟 就是戒的这一方 那就用鱼心草 为啥要用鱼心草 它有戒烟的这个作用 一股鱼心味 就把这个药 把这个药 做成烟 让它抽 就是做成香烟抽 抽了以后 一股鱼心味 抽抽抽一股鱼心味 那个吸烟的人呀 鱼心味就恶心 他就再也不抽烟了 再也不吸毒了 一股鱼心味恶心呕吐的 就是有人呀 有一段时间 在戒烟所里边 戒毒所应该说 在戒毒所里边 有人曾经用鱼心草 这样子用 但效果呢 有人这个想法 也有人去用去了 但效果呢 不是很强的 但鱼心草呢 确实这个药 有一股鱼心味 有一股鱼心味 那么我要想说一下 这个药在硅精上的 主要是硅的是肺鲸 能清热解毒 所以清热解毒 清的是哪儿的毒呢 肺毒 清的是肺毒 应该说 我写到这儿 用这个药是治疗 肺鱿的药药 我刚才在讲到的 蒲公英的时候 说过 蒲公英是治疗啥呢 乳庸的药药 就是我们说 讲到的乳腺炎 你首选的是蒲公英 如果说是肺鱿 首选的是谁呢 鱼心草 大家要记住 这我们学中药学 治疗丁疮 首选的是谁呢 子花地丁 你像我们说 毛浪炎 首选的是 子花地丁这个药 但是说还有谁呢 野菊花 野菊花 所以讲到了 这个药啊 它能够治疗费用 鱼心草 像前些年搞了一啥呢 用纳米技术 大米技术 搞了鱼心草注射液 还有人搞了鱼心草胶囊 据说呢 鱼心草注射液 国家禁令 不让再直接 静脉给药了 直接静脉给药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呢 我们口服效果都不错了 说到这儿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自己 我前一向为了体检 体检两次 一个 一个礼拜三体检呢 后来到了第二个呢 礼拜一体检 礼拜三体检呢 我是在这个胳膊上抽了一管子血 等到礼拜一体检的时候呢 我又在这个胳膊上抽了一管子血 但是冲完血的当天呢 都没敢洗澡 后来过了大概有两三天 那是夏天嘛 这热 我就拿那洗澡精 有时候在这一搓 一发现呢 这块呢就有一点紫斑 后来过了两天呢 这个胳膊上 在抽血的这个胳膊上 又出现紫斑 后来我就在那想 呀这一针下去 把那血管壁呀 就给破坏了 当你血管壁 没有完全愈合的时候 那就可能有啥呢 这个出血 我就想起来了 不要轻易的注射药区 不要轻易 因为他说到这儿呢 有一次呢 我也是的 那是在单位没有退休 跟我的一个老师 他是化验室的 我说老师呀 人家都说血脂 血脂呀 这些正常不正常 我说我从来都没有抽过血 也不知道自己正常不正常 我说老师你给我 抽上一管子血 查一下 一个有两个 一个是想查 二一个呢 跟老师熟了嘛 那就不用交这个检查费了 那个时候十几年前 你说那个抽血啊 还得要交钱呢 好像还不像现在人 那个意思呢 抽血就查死 交钱死正常 那个时候在医院 我就想 占人家那个光 后来我老师说的 他说 小波呀 不是说我不给你抽血 你抽了以后呢 一针下去 把你血管就扎破了 你的血管就会 千疮百孔 后来我一听的话 好了 我再也不给谁 主动提出 抽血检查的事情 我血管病 你很好的我干嘛 要去叫他戳一针下去 所以我说跟大家说 借此这发挥 不要轻而易举的 搞注射去 所以我们现在医学上提出 能口服 绝不打针 能肌肉注射 绝不静脉给药 现在的人呀 都是急于求成的 都是立即给啥呢 静脉给药 所以小孩一发烧 啪的一下子 就给你打针去了 这把你的血管就打下 打坏了 那至于以后多少年 发生啥情况 都不好说 不过我在前天 有一个视频里边 这个究竟是 是针还是假 我没有考证 这个人就说 他做忏悔 跪下来 给全国人民谢罪 就说他在某某医院 老给人干啥呢 扎针 因为他在一个小诊所里边 来了人就扎针 因为扎针 就是扎针就是打掉针 因为经济效益高 他现在感觉到 他要谢这罪 实际上我看了这个消息 因为我们早就知道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见到这个视频的话 实际上告诉我们 有一个啥情况 不要轻而易举的 静脉给药去 就是说 能口服 你就口服 我说一句 我们吃下去药 即便有问题 你经过胃肠道 胃肠道 那么多的毛细血管 都给你过滤呢 有一些东西呢 你就吸收不下去 就给你就排泄了 实际上也就叫 也叫着就排泄了 你直接把那药 打到血管里边 那多害怕 直接进了血管 血管很快的 就投入到啥呢 投入到全身了 所以现在人 都是急功近利 我认为都是急功近利 我也可以这样子说 到我现在这几年 我好像没有打过程 就没有静脉给过药 就是那体检 没办法 我后来在那想 以后谁再叫我体检 我也亲耳一举 那不给他体检了 那反正把原来的体检报告 给他就完了 我没有问题 为啥呢 你早着没事 把你这戳一下子 血管被给你戳的 但是也有人说 你还有自负能力 那自负能力 我就自己观察 我的自负能力 都一个多礼拜 俩礼拜 这块都是亲子的 你这个自负能力呢 它毕竟要有一个过程 它毕竟血管 要给它一个修复的时间 那我没事给它一个修复干啥 没事早次戳一阵 所以说哪怕这一阵下 你给我把该做检查的血管 给我做完都可以的 你不要再给我戳第二次 再戳第三次 那么说到这儿了 就是前几年呢 有人把鱼芯草 搞成了注射液 所以搞成注射液以后呢 也有人发现了 中药的这些注射液以后呢 对于毛细血管 在肺上的毛细血管 交替的不太好 导致了 导致了这个肺 肺的通透性不好 导致了肺纤维化 所以我也有跟大家说 不要轻而欲击地 打注射液了 那么我们说口服的话呢 鱼芯草要作用特别好 来治疗 费用你不能光理解 成一个费用 实际上我们是多用它治疗 咳嗽弹簧粘稠症 可以选用到鱼芯草 那可以配上谁呢 你比如说像鱼芯草 我们配上谁呢 像黄芹 比如说中药中的三白皮 你讲肺热的话 就是说讲到肺 现在人常说急性吃气管炎 急性肺炎 急性的呼吸道感染的话 好像我发现呀 这些中医大夫都喜欢学用 鱼芯草药黄芹药 桑白皮 使用频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药 但也有人加上打男性啊 加上打男性啊 还有人加上瓜鲁啊 等等这些药 加上打男性啊 瓜鲁啊 这些药来进行治疗的 像咳嗽的话 加点穿背母呀 等等 这是总的来说呢 像肺部感染 因为现在要的一些研究 鱼芯草制药 还能够解除频化剂的精卵 像治疗一些咳和喘 效果是比较好的 另外它有很好的 这个医菌的作用 所以我想在这里 多说了一点 多治疗 咱们这个书上说的 用于弹热喘咳 实际上也是用于肺热 导致的咳嗽气喘 就是肺热 是属于肺热性的 热毒性的 导致的咳嗽气喘 比如说2002年吧 2003年的萨斯病毒 我觉得学用鱼芯草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药物 这是我们谈到的鱼芯草了 另外呢 鱼芯草清热解毒 要治疗一些胸疮 这个胸肿疮毒 有解毒的作用 刚才我说 它能够解除 贫滑界的精热 实际上是治疗 泌尿性感染 比如说像治疗一些热灵 像香化道的感染 那么力气 都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说现在把鱼芯草 也是研究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消炎抗菌药 从中药的角度上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治疗 感染性疾患的药 尤其是治疗 肺部感染 因为在药物归精上 它归的是哪一条筋呢 归的是肺精 这是我们谈到的 鱼芯草的这个药物 如果说你害怕到了 引起来的肺炎 你可以把那鱼芯草 我要说一句话 你把那鱼芯草开上30克 用量可以大 这25克 用量可以开到30克 把鱼芯草煎汤喝去 就行了 这是鱼芯草 金桥麦这个药 几乎是不太用的 像我们做着 很多药店都不净金桥麦 这是咱们的金桥麦的 你不要认为桥麦 桥麦是颜色是黄 那是金桥麦 那错了 那是桥麦枕头 是不是 这个不是的 金桥麦呢 这是用的一个植物的啥呢 植物的是和桥麦 没有啥关系的 是用了辽壳植物 用了金桥麦的 它的干燥的根茎 作用和鱼芯草有点相似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现在基本上喜欢用的是谁呢 喜欢用的是鱼芯草这个药 所以说金桥麦不太用 有的药店都没有 可以说很多药店都不具备 有这个金桥麦这个药 作用是相似的 这我就 这就不讲了 那么下面的就是大血糖了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几个 清热解毒药 清热解毒药中能够抗癌的是 虫楼这个药 那么治疗乳庸的 有漏炉和蒲公胰 那么尤其是我现在说到 最起码你给我记住 治疗通风的一个比较时尚的药 时髦的药 是要找土芙林 那么我们说在后面讲到的鱼芯草 是治疗肺部感染的 比方说肺热 导致的咳嗽和气喘呀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鱼芯草这个药的 因为对大家来说呢 你们都是初学者 可能不像这些大夫呢 像我们这用药那么灵活 记得那么牢的 你先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记 记少成多 自然的就记住了 预见的是呢 你把书翻下了 或者说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打开呢再听一听 那么积少成多 那就有了经验 因为中医 它是一个临床医学课 尤其是中药的 我们讲的是临床中药学 今天这一节课 我们就讲到这儿 积少计划 祁黄学社 中医文化 传承先行者 以后 和我们学校 一节课 留意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